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留着这么一段言 一下给我说懵了 给我说的有点找不着北了 一会儿有个朋友呢 就跟他挺快的 说废话 涛哥要没有自己的观点在这白过啥嘞 那就是要说自己的观点 你明白你在干什么呢 是 之所以我找不着北了 就是他这个问题问的 对吧 我觉得人生活在世间的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有独立的看法 而作为一个社会的层面 就要提供这样的条件 允许每一个个体的独自独立的人 拥有着自己的想法的自由和空间 拥有这份自由与空间 这个社会是服务于每一个人的 这是对人的尊重 因为的生命的珍贵 因为他自我独立的价值是珍贵 因为在世界上70亿人当中 只有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们人人之间 彼此没有第二个 没有相同的 这就是他最珍贵的地方 我一直说一个概念 重塑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 任何社会 任何政党 一切一切的东西 都不能扼杀我们做人的珍贵与尊严 因为我们的灵魂的珍贵 那与此同时 今天7月4号呢 既是美国的国庆日 200多年 贼年轻的一国家 同时美国大片 美国骗局却在中国上演 我不知道谁定的这日子啊 这里头是不是包括了爱国主义宣传 今天是美国建国日 同时在中国放映美国骗局 好莱坞大片 在今年角逐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呢 他被提名了 那这个片呢 我做过一个涛哥看电影 那影片只做了一集 道理挺简单的 他是在几十年前 当时在纽州西发生了一件事情 主要是FBI还是CIA的调查员呢 深度钓鱼 所以把这件事情 当时那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以至于引发在美国境内呢 上至美国国会议员 下至地方官员呢 很多人被卷进这件事情 但是FBI的调查员 那种深度钓鱼 故意勾引人而钓鱼的做法呢 引起了质疑 后来出了相关法律 而美国片局的电影 它的内容很简单 一个女人 很漂亮的女人 寝国寝城 但是她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 她是其他国家的人跑到这来 她为了生存 利用她的 她只能用她的美貌 用她的 你可以说用她的身体 那另外一个男主角呢 是个开店的 开干洗店的 那他们在一起 那在这种过程中 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故事 可是这两个人呢 被FBI的警员呢 抓到了手 然后利用他们去钓鱼 地方官员 政客 生意人 那引发了整个故事 那故事完了之后 会发现包括FBI的警员在内 大家似乎都在游戏中 都在欺骗中 都在玩弄自己 最后的结果 所有的人 似乎有了结果 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呢 都失落了 完好的家庭被拆散了 而这个讨生活的女人呢 转了一圈回来呢 依然在寻找中 似乎得到 也未尝得到 大概是整个故事 所以把人 现实生活当中的生活 金钱 工作 欲望 家庭 事业 一切的因素 融合在其中 但发觉 他所丧失的 是做人本来的意义 女人用美貌 男人用势力和金钱 但一切的一切 是摧毁于人本身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挺简单 人为什么成为人 来到这社会上 看这个电影 你能够品味到这样的内容 他没能力探讨 当人们现实在人的欲望中 而作为美国社会 他拥有一个能力 愿意把 可以使得这些 电影创作者 文艺创作者 他可以把美国社会当中 最丑陋的一面 直接放在舞台上 放在影片中 揭示出来 让每一个人思考 而今天的中国 用这天时间 去放影这个电影 里面删杂着爱国主义 那就是为什么 我说中共的制度 是不可信的呢 它的操守就是不可信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中共体制之下 这个整个背景之下 正在反腐 人们就自然会探讨 反腐目的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 这么说的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报道 高官落马 中共借反腐进行权斗 所以他基本上 他就给盖了帽了 他这里主要引用了 在纽约的开业的 一个律师 叫做向小吉 他对这个 现在反腐的做法 提到这么个说法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 未然成风 公开化 合法化 人人都有这样的行为 很多人对腐败 已经习以为常了 制度性腐败 在我的节目当中 多少年前就提出来 在我们今日点击当中 一出来我们就讲 那时候的腐败 就叫制度性腐败 那这位律师接着讲 双规的程序超越了司法 法治完备的国家 不存在双规 显然中国是党纪高于国法 他不透过司法 检察院公诉 而首先有了结论 有了党纪的结论 开除党纪 开除公职 再移交司法 所以这样的结论之后 这个人肯定会被定罪的 不可能开除党纪公职之后 反而无罪释放 胡平 针对苏荣和徐蔡后的落马 因为苏荣和徐蔡后 都是国家级高官了 他讲 现在的反腐声势浩大 明眼人都看出 这是以反腐之名进行权斗 加强自己的权力 这个成分很更重 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 大家知道 今天中共的官场 无关不贪 十关九贪 如果动真格的话 整个政党和政府机构 全都会被瘫痪 所以他在讲的就很简单了 那你还是一个 制度性腐败的问题 那我个人认为 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这是个过程 这确实是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怎么走 可能作为反腐者 作为任何一个人 来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他都会注意到国家乱不乱 我们很多人接受一个说法 中共自己也接受一个说法 不反腐亡国 反腐亡党 那今天反腐走到这个程度 就奔着亡党去了 那我们刚才那个文章 是发表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上 而今天的德国之声 那一篇文章这么说 反腐也可以被利用的 他提到一个反腐的概念 而美国之声的专栏作家 泽林认为 即便如此 目前的反腐动机却不明确 那这里要提到 泽林这个人呢 长期居住在北京 那在前一段呢 在六四的时候 他写过一篇文章 他为六四 中共六四的屠杀呢 有着很模糊的那种概念 遭到了德国之声 他内部的同事的 强烈的反对和反抗 所以泽林这个人 在新闻政治分析人士眼中 都是一个被画了问号的人 因为他长期在北京 甚至有人认为 他是不是跟中共之间有瓜葛 这都是疑问了 我介绍的是背景了 那他今天出了一篇文章 叫反腐也可以被利用 所以质疑现在中共上层反腐的目的 他也提到说政治局内也不回避反腐的问题 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但他对于今天的主政的人是个难题 老百姓既可以看到他行动能力高强的 今天的领导人 但同时呢 又注意到今天的这个反腐者 同时把权力集中在手里了 所以文章讲 现在主政的人是强势国家领导人当中不多见的 他的打击力度和这种深度相当大 他也提到 他的代价是会失掉政治多样性 那会突出他的整个强有力的做法 他是这篇文章是徐才厚被抓之后出现的文章 他也紧接着说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进行这样的反腐 发出的信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理解 所有高官高层都意识到这是很麻烦的状况 但是难道一直这样的恐惧 在高层的官员当中 经济主管当中 这样的恐惧一直并存下去吗 一直要延续到这样的反腐的过程吗 没错 这是个疑问 今天局级以上 处级以上的官 都是在过去江泽民时代腐败的过程当中 走到今天以腐败作为原动力走到今天的肩胛结构 所以反腐保党保体制是不存在的 会被体制压死 那如果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共高官的所有官场上营造了 出现了这样的恐惧程度的时候 一旦恐惧过后 你还维护这个制度的时候 这个恐惧者就变成反击者 会向今天的反腐人进行反向的冲击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 这是冒的风险 那这也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概念 有一个东西能解套 过去20年 25年30年 整体腐败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 整个江家系统 那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拿下江泽民曾庆红 整个他的那一朝代 拥有影响力 应该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江家帮 同时否定这个制度 这就是今天中国人得以解脱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抛弃中共 拿下江家帮 恢复每一个人做人的尊严 这是机会 这是能解套的 这是所有人都可以解套的 反腐者和被反腐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